接下来现场同样带您来看强强棍的选举造势活动 那就是蔡英文的台一线 今天进入了第四天 下午来到高雄岗山 现场涌进了许多的民众来帮小英加油打气 没想到竟然有小偷趁着人多伸出了三只手 当场就被逮个正着 赶快把现场情况交给记者杨秀金 秀金 蔡英文的台一线行程现在来到了高雄的岗山 而刚刚她也在台上喊了说 陈鱼市场当初在这边的得票率是五成多 希望到时候2012年 她可以开出超过六成的成绩 不过岗山这个造势场合 就在岗山的活动中心前面 人还蛮多的 因此刚刚也被民众现场发现了 有爬手 也就是台语所说的在现场摸人家的口袋 也因此就被现场带到警察局去 好刚刚看到戴着帽子的这个中年男子 就是在现场当爬手的 因为前几场根据民众的转述 他已经出现了 而且到处几次